今天主要的主題大概跟環保局比較有關的 大概就是後續的環境影響評估 以及後續的一個污染管制機場 這個是大概跟環保局比較有關 如果說石化專區有確定是在哪一個地方要成立之後 那本身這個案子在程序上 當然要先進行環境的一個相關的調查 調查完之後相關的資料等要送到 這個是要送到環保署來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 整個審查通過後整個開發行為才可以繼續的進行 大概整個程序是這樣 那為了有效整個高雄市的空氣污染的一個情況 目前高雄市環保局已經在執行高頻地區的一個空氣污染總量的一個管制 那除了這個之外環保署也在去年同意補助我們高雄市 進行特別針對石化工業的所有的總體的一個評鑑計畫 那這個評鑑計畫主要目的是要能夠對整個高雄市的所有的石化業 我們針對它所謂的相關的污染的一個係數進行收緊之後 那後續我們就用這些相關的資料能夠對這些石化業者 能夠進行比較有效的一個管制措施 我想產業尤其是石化可以說對我們整個市政府的一個財政的收入 非常地大 也非常地多 今天市長在施政總質詢的時候 那也跟我們幾個議員提到 那當然但是環保跟這個經濟 我們一定要分開 絕對不能搞在一起 搞在一起的話 大家都清楚 整個大領土地區 對沿海地區 它已經受到非常多的工廠的一個污染 已經到達到奄奄一息的一個地步 那我們不容許我們的石化專區 又在大領土這一塊 只剩下西南邊能夠有一點點的空氣進來的這個地方 這是這個石化專區 否則的話 真的政府已經賺到錢了 可是百姓的身體已經是沒有辦法再承受了 那我想我們對這個石化專區 我們也曾經在市議會裡頭 對著我們的市長這樣子非常嚴重的一個抗議 希望這個石化專區不准在大領土地區存在 那市長也答應了 他在我的質詢當中 他答應 他絕對不會把這個石化專區設在大領土這個地方 那我希望市長也能夠遵循他對我們的一個承諾 那也希望這個專區能夠找更適合的地方去設 那我是總統大領土長員工 那我住大領土三十幾年了 石化專區第一個我本來是贊成 這理由很簡單 因為台灣需要石化人 就是這樣 那我們這一塊地 千春兩幾年了 好久了 你要趁著這個機會 你石化專區你要做了 那你就乾脆一起做 石稱表排出來 石稱表排出來 你跟我們鄉親說好你現在要走 千春喔 我說實在的啦 做過兩次調查 一次是馬英九來戰的時候 啊另外一道是 今年1月選完那個地方改選之後 兩次都有八成的人 八成的居民選擇成要千春 啊 每個這樣也你就要石化專區嘛 你就可以走走走 啊來 是怎麼要石化 很簡單啦 有人說沒關係我們去外面買就好 我舉一個例子齁 中油在大概90年代的時候 我們在委內瑞拉 攤到一個油田 結果呢 委內瑞拉政府講一句話 所有石油 國有化 沒有了 你沒有辦法從那邊拿到油 我們還要去跟他打跨國訴訟 最後他賠我們一筆錢 表示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工廠在台灣呢 台灣這些東南亞工廠 對你不友善的時候 來一個排華的時候 中油限地工廠徵收 對不對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需要 台灣需要石化 要基地 好 然後為什麼 然後第二個 我們現在都在講啊 工業化 工業4.0 你要 新的產值 你要怎麼樣 我們石化 其實台灣石化發展很久 非常的有歷史 我們以前有能力有技術 去海外幫大家蓋廠 那我們現在 現在人家覺得你 台灣你這麼久都沒有蓋了 你這麼久都沒去啊 我為什麼要請你 我可以請別人啊 韓國 在綠水有一個石化專區 他們現在就是走這條路 前幾天 熱天集團的總裁才在想 這個東西是韓國重要的市場 我們要把它賣到全世界去 不是只有韓國而已 它是我們的經濟對手 那 新的製程 新的污染改善 我們現在 你說現在污染很嚴重 這個我贊得很難 為什麼 大力廠老舊啊 那現在每次說要更新齁 拆油草 沒有 你沒有辦法製程 沒有辦法更新 你就是繼續污染 那你說 弄弄停了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喜歡講說 年輕人為什麼出去工作 24K對不對 之前我去查了一下 我們現在在發展觀光 觀光業的平均其實是最低的 24K 石化驗多少 化學材料製造業大概45 石油與煤製造業多少 70幾K 這就是差距啊 不然我在高雄只能找一個立心工作 我就去台北 多多少 多多少 好 好 那個再30秒喔 因為我很規定喔 30秒 所以 所以說 這是比較 你要讓人留下來 你不需要用心水 又會打開啊 不然 我在高的能做24K 我在台北做30K 我也做會代表 台北厚化學材料 都在台北 你就吸引他回來 你這樣做人家壞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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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啦啦 那關擾三分鐘結束好不好 那我再講一句啦 所以 所以我是這樣說啦 所以我們需要啦 需要是有各方面的理由的 不是說喔 不是說喔 就反對反對 反對我們要怎麼辦 就是要怎麼辦啊 你不能說蓋公園 公園沒有產值啊 議員公平在這邊有3點意見 第一個我想 我們認為 高雄其實現在走在一個 蛻變的時速入口 我們需要 能源轉型 產業轉型 這是我們現在非常需要的一個未來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想要勾勒的是一個 高雄的年輕人 跟下一代的人 想要有的願景 光榮感 希望 我們希望我們的年輕人 不要出去當台勞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先把問題想清楚 而不是像今天這樣子的一個公聽會 坦白說黃議員 我們覺得這個議題的設定 設計在畫法 為什麼 有人講好我們一定要蓋石化專區了嗎 我們不能說先設定一個 高雄要蓋石化專區 然後再來問說市政府你做了什麼 我們不能先講好說高雄要設石化專區 然後才說 其他的經濟部你現在做了什麼 然後才說你用力取得要做什麼 根本沒有人先討論清楚說 我們真的是要石化專區嗎 高雄兩百多萬人 有多少人同意要做這件事情 都還沒有講清楚 就先說如果剛好做石化專區 那你現在進度到哪裡 所以坦白說 我們對這樣的議題設定 第一個先表達抗議 第二個 高雄我想大領土這邊 剛才陳鈺勳理事也講到 當地被填了二三十年的 用廢棄物 用高潔的廢土 用爐渣用煤灰 這一些廢棄物填土在那裡 造成當地軍民這麼大的一個痛苦 我們反觀我們高雄都會公園 我們西青湖垃圾堂 用了22年之後大家知道 22年之後呢 它改成什麼 高雄都會公園 到現在很多人假日想去那裡玩 為什麼我們不能 讓已經受苦二三十年的 大領土鳳鼻頭的軍民 享受一片海岸公園 所以其實我們在2013年 就已經辦過記者會 我們很多邀請非常多高雄的朋友 大領土的朋友 鳳鼻頭的朋友 以及相當多我自己住古山區 這是當時我按的牌子 這麼多人其實是支持 那你把它改造了一片海岸公園 最起碼你讓這個當地的 已經填成廢土的一些亂七八糟的地方 把它好好的改造 讓居民有個地方可以走 最後我想強調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現在高雄市前20大的固定污染源裡面 如果各位就很好 我覺得這要查一查 會發現有幾乎現在第一大的排放源 就是中油大領場 如果中油大領場在那裡 不只是這麼嚴重的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源 它又是三過五十 燃燒塔就是大火跳跡 各種事件發生的地方 我們敢期待它轉型什麼高質化 石化專區嗎 誰會有信心呢 那大家不要忘了去年高雄發生什麼 發生數十年嚴重的大旱 缺水缺到不得了 當時做了什麼 政府要求四萬公頃的農田休耕 那接下來是不是叫大家不要喝水 如果真的要搞石化專區的話 我們的空屋還能夠存在嗎 我們有水可以用嗎 兩千三百萬人裡面 兩百多萬人住在高雄 我認為石化專區的問題 恐怕不是只是千不千村可以解決 請問高雄兩百七億計畫的人 台南人要簽到哪裡去 這些污染往北吹一樣 台南人會受害 全高雄人都會受害 難道高雄跟台南人要全部往北簽嗎 台北有什麼地方讓我們容納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先想清楚 我們需不需要討論這個議題 再來說 14年前我就關心我們高雄這邊南新計畫 那我發現有幾個現象 因為同時我也關心六七那邊的污染 那六七在租入自分縣長的時候 他爭取包括中央跟地方公共基金 所以他們整個花了我想應該上億 上億的那個經費在健康風險評估 跟流行疫學調查 那這幾年來我也一直呼籲高雄市政府 要來做健康風險評估 跟流行疫學的調查 但是很遺憾 在林園或者是林海工業區跟五青這邊 目前就是我們林海工業區這個地方呢 污染是最嚴重的 但是現在所進行的這個相關的調查是非常的少 那我看好像加起來可能不到兩千萬 所以這邊呢污染很嚴重 那多嚴重呢 如果是以環保署的這個空品測載 我們用幾個致癌物來看 本 乙本 本乙溪 二甲本 那這邊的濃度呢 平均濃度呢 比台溪 比雲林台溪 比麥療 大概要高個三五倍 那雲林台溪 麥療這邊還有彰化大臣這邊 他們的這個流行病學 台大彰化大臣教授幫他們做的 他們的血液尿液有很多重金屬 有這個石化的這個代謝物 所以看起來這個地方污染很嚴重 剛剛我們空大的胡教授也提到 一定要牽存 即使沒有石化特區 石化專區 不過我來看就是說 目前地方政府已經說沒錢 中央也沒有說有錢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假議題 因為地方民眾這樣子一直覺得是被欺騙 被犧牲 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所以如果政府 政府要談石化專區一定要環評 那環評以我看目前是 已經是三級空品區 這麼嚴重的污染 那當然不能再污染破張 那不能污染破張 但是還是要污染減量啊 因為現在已經是大家這個水深火熱污染這麼嚴重 所以現在民眾的抗爭就是因為這裡已經是 我沒辦法健康活下去了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說高雄市議會 在相關的這個調查方面一定健康風險跟流行避雪 一定要爭取不管是中央地方更多空物基金來做相關給居民一個交代 那另外有關這個填海造路 我是要提醒包括經濟部 因為現在這個南北極的這個冰山冰殼都在溶解 那未來呢整個海平面會上升 那經濟部你花好幾千億要做填海造路 那你一定要去評估未來海平面上升 這些陸地到底可不可以用 所以你要做國道7號 要用國道7號要去取鳳山丘陵的土來填海 但是未來可能很多填的地呢 都還是會沉在海裡面 所以這個經濟效益 可能還是要在省慎去考量 所以呢很簡單 就是先停止污染的擴張 就是說你現在要做實化專區 就是要污染擴張嘛 那你先談千春嘛 你先做評估 先考量 如果說你覺得千春你不想花那麼多錢 那你至少政府要做污染的減量 那實化專區要不要做 如果如果在所有的這個圓滿造路的經濟評估 健康風險評估 流行病學調查都過不了的話 那就提長政府應該要放棄 我作為介紹 我是來自這個台灣教官的 第一問 今天告訴你 本來有很多關心嘛 我作為兒子 大概三個議題都會過來 也關心這種議題 所以說 主席辦這個議題呢 來講很好的 說這個問題就是各自表述嘛 所以希望大家保障尊重 那是想不想啦 民設有專制 也要尊重說大家的考案 我先說一下 我在後面 剛才那個後面 出名的那個 那個副主席長的事情 他說 這就是當時我就把議會 議會議會那個 董哥國 王清漁 主席也說 你大陸沒帶來要簽 我還要說就說不聽 我還說不聽 那現在你說 所以說今天你在廣告的記憶裡面 只有大家都是說大陸沒簽 所以大陸沒簽 這是一個社會的公義 我也非常贊成 我是林蘭 我這次林蘭 剛才那個議員在那裡 告訴我 其實我林蘭 很想要簽 很想要簽 但是由於三位 我三位一定在那裡 請說 我簽走了 我來簽走了 啊 鄉民附近 有五年了 十三到十七年 最近 還要給他簽 要給他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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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我是看 期待說這個簽證可以實現 對不對 他回來了 大婆 有娘家 這婆婆媽媽 為了不明國小的你看 那些小孩子 騎了 小孩子 有娘要怎樣 因為那些有娘不是跟鄉友 我是鄉友 對 有時候他都會簽了 那位的小孩子 跟阿久是多大 啊 你為了小孩子 你要為了他設想一下 為了他 為了下一代想一下 你看 鄉港的例子 鄉港 現在不錯啊 好我去 好啦 他參加演員 廟這好啦 這好 這好的地方 為什麼要不去 這個 我是拿錢 他說 我 就是這個議員 是這個支持 林全院長 他拿出這個 新婉公務區的概念 這是騎一個三位 我負責這個公安 他拿出化的材質 你全台灣 這麼三元錢 是GDP 那多少人 都在想我 你台灣 沒有任何主委 整個都要靠近口 夾當出現 你把這個三項 那這樣 我告訴你 剩下不用做了 林全一定就不用做了 所以他其中看法 我都說 大家要輸客 你不要一個人 這很大的三項 不好意思 把時間 一直看來 我自己 這個公司政府 政務局 他有責任 他就有責任 這個案 他責任後 他是怎樣 把公司在關口都拿到 拿到 拿到那裡 目大聲是5分 這樣 在後面 看來還有 看來還有 說到那裡 說到那裡 那要拿到那裡 目大聲 都要來找我全部人 這 這個市政府 他真的有勇氣 鄭文森 你不要緊 把你扭扭一下 把你扭扭起來 再來看 是說 更新得到這麼多人 因為人家已經苦了 做更新 大人家就這麼低 是比較好 不然現在學校生 真的太多 他在人家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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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不然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所以說更新 可以這麼多人 一碗房子 最後 希望大家 為我們年輕人想一想 今天我教導都小孩 那些人都叫不來了 我去的家裡的畫法 像小孩都在那裡 整個 整個家裡的家裡的家裡 整個家裡的家裡都來 他關心你的生活 未來生活 要怎樣 不是要去澎湃 每次有人來 要來完工 把你澎湃 你喔你喔 賺二十幾千 這樣嘛 還是要來一碗 賺二十幾千 大家輸入一下 為我們年輕人想一下 為我們年輕人想一下 未來生活 一碗房子裡面 五十十萬 那年輕人 要怎麼生我 叫大家輸入一下 希望 再來一碗 我希望 依然 陳金武 陳青天 陳定南先生 陳青天 堅決反對六千進入宜蘭 我希望高雄 陳青天 因為高雄 陳青天 希望的 也是高雄 高雄 不是你的高雄 但是我希望 你今天在這裡 你要照到 在地的機密 這還是對的 是2014年才回來高雄 就是剛有氣爆 我前面我就覺得不會 然後那個 那個 我先講一下 大家看我年輕人 還算年輕人 那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的話 是四十幾千 然後我 我回來高雄 老實說 剛那個 我在石化廠的大哥 可能覺得說 45K以上是正常 可能還有更多 但是我現在 我的音樂 零K 我跟我跳 還環保證 為什麼 因為環境對我們 好像很重要 我們現在石化石化石油 到底還可以 截取多久 然後它產業 還可以維持多久 我們不知道 我們應該要看下一個世代 可能三十年之後 五十年之後 應該是要綠能 綠產業 生物能等等的去進化 那現在為什麼 洪海他去做機器人 他要去跟日本合作 他反而沒有積極的 去把這些東西 留在台灣 為什麼 是不是政府沒有好好的 去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人產業 應該要多方面 發展 不是只有看 只有三十多萬人的 石化產業的就業人數而已 還有其他的 可能更需要新增 我們去 新的產業 應該要去投入 但是政府可能沒有關注到這方面 我相信有很多綠能的產業 機器 人工智慧什麼 等等的產業 都需要政府的關注 那政府有沒有資源去投入呢 大家想想看 大領土如果真的要前春 那有多大的警費 那石化產業在投下去 都是多少的錢 可是這些錢能 可能百分之幾 或者千分之幾 拿去投一些綠能產業的研發 搞不好之後 兩三年之後 它產值就會更加的飽發 可能都是幾兆 可能千兆 還可以把這些技術輸出去海外 但是我覺得政府 並沒有重視到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說 如果真的 政府真的要看到五十年後 一百年後 兩百年後的發展的話 應該從現在開始 就要去專注去做這些綠能 沒有污染的產業的研發 那我相信 中油也可以趁早去做轉型 我相信他們的技術還是有很多 很大可能是可以協助這些 新產業的發展 我相信他們這些化學的技術的人 因為新材料也是未來的趨勢 像有一些跟生物結合的 它可以跟建築可以做結合 它用細菌的方式 還可以去切入那個建築的大樓 去修補牆面 我相信很多化工的技術 還是可以跟生物結合 那這些都是 不會需要用到實化的機能 我有一個朋友 我記得 像有737號的 你做事 對我來說 我大概想過 所以說從那時候我就開始思考 甚至 在座的各位也要去好好思考 我們目前高雄市產業 位置策略的編排是一個恰當的 那第二個原因 因為我本身是理工人就做了 成大畢業 那我發現說 哇 高雄政府真的還很長 請自己 這兩邊說 我是覺得說 我一陣的願望很小 就是希望說你再高雄工作 再有自己的家鄉貢獻所決 救星照顧我爸爸媽媽 還有我其他人 這是我一陣的願望 就是我剛剛說 這個願望好像現在看起來 好像這個願望是一個蛇王 我不是在開玩笑 我今天來的這個原因 因為我有很多很多朋友 在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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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我喜歡這次的營養 都很高峰 今天就是沒人 我就來 那今天 所以說我們聽到 今天有這個 專區的這個公平會 聽到這個消息 就不上 今天我有沒有報名 就從今天來 對 那我是覺得說 今天或許這個專區 是一個契機 那當然這個東西 大家有實證在裡面的意見 那我覺得大家就可以 好好去思考 那不過專區的成績失地 就會有些環境汙染的 環境汙染的這個疑慮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各位有去 倉庫高雄市的環保局 104年到109年 空氣侵略計劃 可以發現說 各位所安心的實話也好 在高雄市的空洞線 根本就沒有看到一次 根本就沒有看到一次 接下來我要重複計劃 那這些 這個計劃花了時間 花了好多時間 去整理 花了好多的人力去調查 花了好多的精神 做出來這種客觀的資料 起碼我相信 美國幹嘛 陳居市長 他的團隊 我相信他 那 我也相信 他們所做出來的這種資料 那最後 簡單講句 這邊有一個觀念 當然不能寧願說 相信就 這個產業就沒有汙染 不能這樣講 所以我這邊想要傳達一個 給各位一個觀念 因為我想說 今天任何一個產業 任何一個行為 都會汙染 即便我們 人存在 我們大便 也會 這都是汙染 你知道不處理 這都是汙染 但是 所以說今天重點是 你這些汙染 到底你有沒有控制 還好 他現在是 因為我們這是 黃工畢業的 那我覺得說 今天與環境相關的 空隙 水質 還有我們廢棄 毒化物 甚至突然的地下水 這些汙染防治技術 其實都可以做到 不要再拿三十多人 出來說 我現在的技術 都做得到 那 那我覺得說 再搭配法令規範 甚至說 今天把座落在高雄市 各個區域的這些 產業 全部集中管理 甚至遠離市區 我覺得這是可以 大大降低一個汙染的比率 那我覺得說 這樣子 我們才能把這些 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這些不大有環保設備 所建造出來的工廠 我們準備把它拆開掉 不然你現在一直 看到新的建案 我就是把 那你不去 你變得一直反 但是變得說 一而這些現存老舊工廠 你持續不然 你不去管它 我覺得這是很利益的可以做事 那最後我补充一個點 什麼都要講 什麼都要講 整個轉型 整體還是說有序發展 我覺得今天大家很多 都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教育 教育也要有序 這邊有很多老師 如果你覺得 舊的都不能 我是覺得 跟磁化業相關的科系 電器 機械 土木 八八 我幹嘛全部都走了 我覺得我們台灣 不用培育這些年輕人 可是 培育出外 我根本沒有這麼多機會 你花了這麼多時間 培育這些年輕人 說得幹嘛 台灣沒有這麼多機會給你 全部都是外面當台大 我是個朋友 的 你不起來 我來講 來吧 我來講